第九十三集 妈妈 妈妈 霍宇浩在心中疯狂地呐喊着 心中的执念骤然生疼 所有的痛苦 在这一刻都被那份思念和悲愤所覆盖 妈妈 总有一天 我会完成你的心愿 让那个人 跪在你的坟前求你原谅 妈妈 为了妈妈 我要坚强 我又坚强 无论如何 我都要坚持住 我不是罗夫 我是霍宇浩 是妈妈的儿子 为了妈妈 我一定要勇敢地活下去 我不要成为白虎公爵那样的人 我要超越他 心中的呐喊 化为一种难以形容的力量 在他的精神世界中爆发了 所有因为极限来临 而产生的裂痕 都以精神的速度愈合着 精神之海 重新凝聚 虽然依旧因为痛苦 在剧烈地波动着 但他的核心 却异常地坚定 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要坚固得多 天梦冰残 呆滞了 连冰地承受着 都极为困难的痛苦 霍宇浩 竟然硬生生地扛住了 这需要多强的精神执念 才能做到 在这一刻 天梦冰残 对霍宇浩不只是钦佩 甚至多了一封恐惧 他知道 自己选对的人 但是这小小的霍宇浩 未来必将不是他所能控制的 他只能是他的智慧昏环 一个时辰的煎熬 缓缓流逝 碧律与墨律的转换 渐渐趋于稳定 最终 颜色定格在了一种深邃的碧绿色 与原本冰壁地黄西尾巴的颜色 一模一样 而霍宇浩的身体 也发生了 天翻地覆的变化 全身的骨骼 在大补的养分滋润下 明显增长了一些 肩膀宽阔了些许 身材也变高了一些 肌肉 颈脉 筋膜 血管 内脏 全都变得比以前 坚韧了不知多少 皮肤更是呈现出一种 玉石般的光泽 在这白血 矮矮的世界中 依旧散发着高贵的气质 她的眼睛 始终是睁着的 碧绿色的光芒 正在缓缓退去 深蓝色的眼毛 也随时变得更加深邃了 如果用一个词汇 来形容此时的霍宇浩 那么 蜕病儿子 再核实不过 当初 她离开白虎公爵府的时候 只是一个天赋普通 更是没有明师指点的 低级魂师 根本看不到什么前途 而从现在开始 她却已经是一个 真正的超级天才 一个拥有了 当今最定级躯干魂骨 并且马上即将拥有 双生五魂的年轻魂师 痛苦渐渐消逝 霍宇浩的身体 也逐渐放松下来 刺入她围追的 兵闭地黄西尾沟 缓缓收回 带着霍宇浩的身体 落在了兵闭地黄蟹背上 霍宇浩眼中 深邃的光芒 渐渐变成了疲倦 经历了如此 长时间的痛苦肆虐 她的身体和精神 都早已达到了极限 是内心之中的 内构执念 支撑着她坚持了下来 而此时魂骨的融合 已经结束 最重要的基础 已经打下 强烈的疲倦 也随之而来 困意上涌 霍宇浩就那么靠在兵闭地黄西的背上 沉沉的睡了过去 足足过了有近半个时辰的时间 兵地充满疲倦的声音 才缓缓响起 天梦 天梦兵残 很是关切地问道 兵地哼了一声 哼 我没事 虽然 你这家伙 是个废物 但是 你很有眼光 嘿嘿 天梦兵残早就习惯 被兵地骂了 说实话 我也没想到 雨后竟然坚强如斯 这是他心中执念 支撑着他坚持下来的 而有了这次经历 已经为他未来的成长 开启了一条坑中大道 赶快开始五魂融合吧 你抽掉了自己最重要的身体本源 时间长了 会损伤精神本源的 嗯 你为我守护 对于霍宇昊来说 最关键的时刻已经过去 融合了兵闭帝皇席驱干骨之后 他的难关已经渡过 接下来的五魂融合 和兵闭帝皇席第一魂魂融合 有了驱干骨打底 就要容易多了 只有依靠的是兵帝和天梦的力量 来进行封印融合 而对于兵帝来说 最重要的时刻刚刚要开始 完成五魂融合 并且护入精神本源 不必彻底同化 保留智慧 这才是未来造神 并且永生的基础 他以前从未考虑过这种情况 更不可能有过任何试验 说不紧张 那是假的 一个不好就会失去自我 意识永远消失 放心 我会的兵帝 我是真心喜欢你的 你放心 为了我自己的幸福 我也会倾尽全力相助 来吧 我们开始 出奇地 这一次兵帝并没有再反驳 紧接着 浓浓的白色光韵 就开始从霍玉浩身下 绽放开来 向上席卷 把他的身体包裹在内 兵币帝皇席身上 那一个个如同晶体般的颗粒 悄然融化 化为丝丝捋捋的兵物 从霍玉浩皮肤处 涌入他体内 霍玉浩睡得太沉了 而且在这个时候 天猛兵残 已经尽职尽责地 守护好了他的精神之海 保持着他此时沉睡的状态 不再让他清醒过来 先前经历过的磨练 对霍玉浩已经足够了 接下来的一切 就将是他和兵帝 共同完成 兵物弥漫之中 很快就失去了 霍玉浩的踪影 而他身下的兵帝 也正在悄无声息地消失着 如果让人类看到这一幕 一定会认为 兵帝的身体融化了 而对于兵帝自己来说 他这并不是融化 而是燃烧 唯有自己燃烧自己的身体本源 才能产生这种效果 否则 以他身体的坚韧 就算是这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器 也不能轻易对他造成伤害 金色光运 开始悄然出现 接引着那白色光运 徐徐注入到霍玉浩体内 天猛兵残 确实是竭尽全力在帮助兵帝 他一边护助霍玉浩的精神之海 另一边还要护助兵帝的精神本源 并且兴奋三用 同时辅助兵帝 压缩兵帝自身的力量 在他的强大的精神之力作用下 兵帝融合的过程就要轻松多了 但是 这个过程却依然漫长 寒风依旧凌冽 大片大片的雪花 覆盖着这一往无几的冰原 突然间 噗的一声轻响 从那厚厚的积雪之中 一只手臂从冰雪下钻了出来 紧接着 一具身无寸缕的身体 缓缓爬出 他的身体线条十分协调 肌肉并不是特别健壮 但却毫无瑕疵 银白如玉的肌肤 在钻出冰雪之后 在周围的白色映尘下 散发着一种特殊的光泽 缓缓睁开双眼 深蓝色的眼眸中 竟然瞬间闪过两种颜色的光泽 心是金色 然后又是碧绿 最终凝固在看上去 有些恐怖的银白色上 将原本的深蓝完全遮盖 奇异的一幕出现了 天空飘落的雪花 在接近他身体三尺范围内 都会自行避开 以他的身体为中心 竟然在这冰雪天地之中 出现了一片真空净土 眼中的银白色渐渐褪去 深邃的暗蓝色眼眸 缓缓浮现而出 眼眸颜色的三次变化 是那么的神奇 双拳猛然转紧 顿时那肌肉协调的身体 迸发出一种充满力量的感觉 他猛然重跃而起 竟然一跳足有两丈余高 当身体攀升到最高点的时候 他仰天发出一声轻热的长笑 滚滚声浪在空中回荡 积得天空落雪四散纷飞 他胸中气息顿时变得顺畅起来 在魂力的运转下能够清楚地看到 他的胸骨 肋骨 还有脊椎骨所在的位置 都亮起了碧绿色的光芒 这一幕看上去规律而恐怖 一个人的骨骼突然散发出颜色 能够从体表看到 这是何等的诡异 但也就在这一刻 一层碧绿色的光芸 骤然从他的身上扩散开来 直径十米范围内的空间 全部变成了一片碧绿色 在这范围内的雪花 都像是增加了重量一般 噼里啪啦的往下掉 落在地面的积雪上 竟然如同一把包小刀子似的 扎出一个个孔洞 不过那闭光 只是持续了一瞬间 就悄然收敛了 他的身体也随时飘然落下 一圈闪烁着绚丽多么光彩的红环 从他脚下升腾而起 这个光环实在是太起义了 通体呈现为一种射人的血红色 高贵 冰冷 如同血海一般的色泽 散发着无尽的威严 在那血红色的光环上 还有四道金色纹路 若隐若显 红与金两种颜色交加 在这白血矮矮的冰原之上 是那么的光彩夺目 在这魂魂出现的一瞬间 那少年的气息 也骤然出现了变化 一种宛如来自远古的 蒙荒之气 透体而出 他的身体 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 只是背后多了一个巨大的刺青图案 闪烁着 夺目光彩的蜆熬 碧绿诱人的肠尾 可不正是兵闭地皇蝎吗 这个刺青十分巨大 几乎覆盖了他整个后背 六条长腿环抱在他肋骨的位置 一双晴熬 则在他的后肩 肠尾顺脊椎而下 一直到尾椎处 才向右偏出 落在右臀之处 除了刺青之外 最大的变化 是少年的双臂 他那一双手臂 各自覆盖上了一层 宛如钻石般的颗粒 颗粒十分细密 每一颗都如同绿豆大小 呈六边形 整体望去 他的双臂上 正放着璀璨的光泽 于背后 那巨大的刺青 胶硬生辉 当然 如果他是穿着衣服的 那么这一切除了双手之外 全都将被遮盖在内 我成功了 少年喃喃地自言自语着 这一刻 泪水不受控制地 从他的眼眸中流淌而出 为了这一刻的成功 他承受了太多太多的痛苦 终于完成了这一切 又怎能令他不喜极而泣呢 得来不易 才更让人珍惜 感受着体内不断传来的强大感受 他的情绪显些不能自己 是的 他就是霍玉号 终于完成了与极北三大天王之 兵壁地黄西融合的霍玉号 那闪烁着四道金色光纹的血红色魂环 正是他第二五魂兵地的第一个魂环 高达四十万年的魂环 是的 是四十万年 而不是三十九万年 在融合的过程中 天梦冰残用自己的本源之力辅助兵地 在融合的过程中 帮他冲破了那层瓶颈 经着魂环的力量也从三十九万九千九百提升到了四十万 别看只有一百年的差距 那却是品质上的天长之别 也是那代表着十万年的红色魂环上 三道金纹与四道金纹的区别啊 终于成功了 获得一番苦心 总算没有白费 天梦冰残疲倦却充满释然的声音响起 天梦哥 霍宇浩大叫一声 泪水再次涌现 谢谢你 他当然知道 从这一刻开始 自己再也不是那个十来个学院 修为垫底 只能凭借努力去拼 才能勉强追上其他人步伐 却依旧没有攻击魂迹的弱小魂师了 而这一切都是天梦冰残带给他的 他心中怎能不感激 天梦冰残 呵呵一笑道 哈哈 成功了就好 我们总算是迈出了最坚实的一步 有了兵地带给你的这块驱赶果 你的身体素质 至少比原来提升了五倍以上 承受力也大幅度提升 至少能够承受相当于三千年魂兽的魂环了 这也是为什么 我让你先与兵地进行融合 然后再过去第二个魂魂的重要原因 兵地正是成为了你第二五魂的主魂魂 也是你第二五魂的本体 它对你的增幅作用之大 甚至还要在我之上 你现在的修为还弱 能够运用它的力量还很少 但随着你的修为不断提升 兵地带给你的能力一定会让你不断有惊喜 当初我带给你的是四个魂迹 加一个五魂 兵地虽然修为比我要逊色 但它的种族传承就要比我强大得多 而且按照十万年魂兽的能力 它带给你的也是四个魂迹 再加上那块已经完美融合在你身体之中的驱赶果 之所以是四个魂迹 那是因为魂环提供了两个魂骨又提供了两个 虽然融合的过程中 用掉了你原本那块密法之魂的魂骨 但这却绝对是值得的 没有那块密法之魂的魂骨在 你要承受的痛苦 至少还要提升百分之二十 而且融合的效果未必如此完美